中文大事赛是2013年的唯一一个大事赛 它是在年中举行 然后它也是第一次来到亚洲 所以它对于整个亚洲地区来说 都是非常影响非常重大 四打一 直接脚 赢了赢了 2023年来说 洛杉矶全球冠军赛毫无疑问 就是我们整个无微却赛事的一个最高的巅峰 哇 中路阿阳的指甲 把对手的明居给找到了 拿过来 应对阿阳他招到了 可以射雷击剑 然后将他给击杀掉 背心一个背心看到了 有三分体也到了 2014现在要先找到小编 那小编先打一个 大两个大三个 关键时刻拿下了这个残局 这把盘管有机会 这和队友完整家就对于锁大的点里面 这边无路可逃 你力气的抢前用的优势 能够抛力的三下 直接打了三个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 我觉得其实我们去年 夏天过得挺圆满的 虽然可能没有做到最好吧 但我觉得至少是没有什么遗憾了 对于之前的国际赛的舞台上的表现来说 CN5卫区的战队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大家可能都非常不看好一滴击 对阵的双方是有一滴击对阵T1 一滴击如果想小组出现的话 必须是要达到两场比赛的胜利 再一点 有 一大三的残局 时间不是他的朋友 他只有58滴血 他只能扛出一场的伤害 这边是一波双架 打掉一个 只要再打一个没有成功 在这一刻保护又回到了圣保罗 又是那个命运一样的深海民 记不如人吧 还是离他们有一定的差距吧 输掉T1之后就要打Navi了 T1都没打过 然后Navi后面要怎么打 对手是Navi真的是非常的难打 这毕竟是去年的冠军班底 第一张地图一定就要面对于自己的一个心魔 之前输了深海民珠 那我们就再来一次 放开来打 打出气势 没有时间在转点的34秒钟 只能打A了 现在Navi他的抉择 只能打A了 有机会 可能再举掉一个 四打A 指尖脚 赢了 赢了 突破梦魇 剪开封印 加点左边了 看下队一露 露出来一个 索盖瑟位置 就在左边 打赢了 快跑 你真的要挑战这把鞠吗 他知道特别肯定会有人的 打到5个了 5打2 再拿过来 三打A 赢了 一滴 一滴 他们赢了下来 2比0 别特别击拳 DG在击败Navi之后拿到了首胜 他们二战要面对的就是他们首战输过的T1 T1 我们明天就把你送回家 队友的补向度 我们还在继续 远远不够吧 巴翔 我对你们也不是很满意 我们的终点是冠军 LOD大家都知道是2022年全球冠军赛的世界冠军 来自于巴西赛区的LOD 他们拿到了2022年的全球冠军赛的总冠军 对于一滴G来说 那一颗一定是追加力非常大的 但是他们也知道已经无辜可退 3 2 1 1 进去 进去 进了两次 C点对面的独目升起 看看直接来 拿到首杀 现在优势已经确立 落着这两个人进退尾骨 只能血科到底 但是 明居枪响13比6 一滴G没有做失太多的机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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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一把 变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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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又快又重闻哥 没事吧 你摸一下 你摸一下 这两个人没事 没事吧 又快又重 我感觉这不是就是吃太多的 吃一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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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把呼气放慢 把呼气放慢 太激动了吧 太隐藏了 可能他有点紧 可能他有点紧 你们顶住 没事 没事 加油 三 二 一 一击 起来 三分级米亚给精雷卷地 在这边是一个防守防精雷卷地 推出来 但是 Nobody Nobody 接住三个 你的精雷卷地里面 我是王者 你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就在这一刻 萨拉克选择直接穿烟闪 躲开 拿下 Smokey接住了比赛 13比10 一滴G 2比0 拿下了对手 而且是一个决定性的 非常有说服力的胜利 我们一直在进化 我觉得东京大赛赛对我们来说 就一个死 梦幻 真的很梦幻 家人说立马2比0 今天就2比0 我爹在看我比赛嘛 所以说今天 今天 信心爆棚 什么节啊 今天 父亲节啊 我爹今天一直在看 我爹跟我妈 我爹打完之后比我还激动 你知道吗 我妈也是 我妈说他都哭了 哈哈哈哈 我妈说他哭了 是吗 嗯 我的终点是冠军 冠军Forever 东京大赛赛的一滴G 就像是普罗米修斯一样 他把火种带到了CN赛区 去点燃到每一支队伍 每一个选手 而在东京大赛赛之后 我们迎来的就是全球冠军赛 CN赛区资格赛 这也是我们CN赛区第一次的一个线下比赛 让我们恭喜必要记 拿到了第一个 前往全球冠军赛的门票 恭喜一滴G 请进洛杉矶全球冠军赛 今天天鹿跟FPX将争夺最后一张 洛杉矶全球冠军赛的门票 加油 两个人的位置都很差 洛杉矶打一个卫补 扫日买卖的李宝能记住10万8千里 明军拿下 我们恭喜帮帮Fenix 他们将会前往洛杉矶全球冠军赛 终于出国了 我8月份就要去美国了 去代表CN赛区去打了比赛 很开心 因为毕竟像这种线下赛 国内也是第一次举办 这种线下场馆的感觉 让我个人也很激动 所以这次去美国 我想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尽全力地去展示自己的位置 5月7月全球冠军赛 CN赛区四个赛 来到了最后一天 在FAKO期间 印象比较深的话 就是我们决赛 是做村匠踢下来的 然后也有跟观众互动的一个环节 这场比赛当时 真的是对于我们所有的观众来说 是备受瞩目的 他们在上场的时候 是采取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形式 他让我们的选手 我们的教练和所有的观众 建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链接 DG DG 加油 欢迎大家收看 20235月7月全球冠军赛 CN赛区资格赛 BLG将在决赛再次挑战EDG 3打1比穿板了 RING暗眼没有命中 RING打1够 结束了 救救 DG 没有错过这个残局 DG 3比1 锁定胜局 他们把自己的队伍和自己的名字 刻在了CN5月7月的历史上的第一页 第一个中国5月7月的冠军 是DG 勾及他们 33队将在20235月7月全球冠军赛中 向全世界展现CN赛区的实力 We are going to LA DG 那你们这个抽签出来了以后 你们怎么看着去 两个LCQ嘛 但是他们在LCQ里的表现都挺厉害的 尤其是我们第一场的对手 他们刚刚3比0的脑溢 所以我觉得状态挺火热的 然后比较 还是挺紧张的吧 尊重每个对手 以一个挑战者姿态去面对他们吧 就去挑战他们 其实大家会不会都是一样的 就出现了 不要去想太多的那些结果 去想好每一回都在这样的事情 我说如果我们第一把打EGW 我们就败子再打回来头 跟他们打会有压力吗 我觉得会更兴奋 因为他们是亚军 他们是四个亚军 我觉得能跟四个亚军打一场比赛很容器 对于2023年来说 洛杉矶全军军赛毫无疑问 就是我们整个5位7月赛事的一个最高的巅峰 我觉得对于EDG BLG跟FPX来说 当他们前往洛杉矶的时候 那一刻其实他们的心中也会多少有点忐忑 当时大家对于小组分组 比较担心的是BLG和FPX 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经验 肯定是没有那么丰厚的 对于2023年来说 对于2023年去年 你会跟着一个多小组分析 他都会对于2023年来说 我还是对于2023年来说 还可以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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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们赢下的队伍 甚至包括到有比较强势的 像FnanticやPaperS这样的一个阵容 此时此刻整个洛杉矶 整个场馆都是一级的粉丝 这绝对是一级的主场 那方法真的要扛不住压力 跳过来确认两个人的位置 Eason没有给阿阳任何的机会 这一把短炮来了 但是Kalm使用狂烈成打掉对手 狂烈之中杀了两个 三个 还是没有得到比分 甚至Eason还躲在安装棒子机的角度附近 电幕玩绕拐了 他没有发现今年的人 最终零手也只打出了一个一关一 恭喜一句 2比0战胜Fnantic拿到自己的首胜 虽然那是我们第二次的世界赛 但是我们的一球有点 还没有适应到 当时还没有适应到世界上的节奏 就还没有办法完全融入到其他赛区的打法 我们还是要恭喜T1 2比0 成功进入到下一轮 Fnplus实力之后 他们比较可惜要离开舞台 2比0 我把每次都当作是最后一次机 但是 走吧 总是都差一步 就拿到自己想要的目标 我觉得当时的我自己带着太多的压力 还有对其他人的期待 想去打这个比赛 有点打得太不像自己 如果能时光倒流的话 我想对自己说几句话 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的实力 一定要自信 不要每天都活在自己身当中 自己自以自己 千万不要这样做 先问一下王后哲选手 对自己这个小组的看法 就大家都说我们这个组是死亡之组 我们重心就是做好我们自己吧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登上这样的国际舞台 然后就装置于我们自己一直练的 然后尽量能在比赛里就是去发挥 然后争取去拿下胜利吧 我看到有比赛里面的比赛里面 比赛里面的比赛里面 比赛里面的比赛里面 和你 可以说一下吗 谢谢 他非常强 他什么是比赛里面 他非常强的比赛里面 他什么叫他 他什么叫他 他非常强的比赛里面 我好像忘了 对于必赛里面来说 很多人都会认为 他们在这个小组 可能是一胜难求 不管是外界还是解说的 对于这次BOG的分组都是比较担忧的 NRG这支队伍 其实也是在美洲国际联赛当中 打出过非常好的状态 并且他在东京上面的战绩 也是非常非常出色 BRG可能出现的形势 会比较悲观一些吧 客观的来讲 就是两队 不管是实力 还是经验上的差距 其实看起来是蛮大的 一个背身 一个背身 看到了 有三分体也到了 RD4现在要先找到小编 但是小编先打一个 大两个大三个 这场再加突充了五 别 关键时刻拿下了这个弹局 对枪 维克尔还用彩力维坚炸掉了一个 但是这样人换人 进攻方式亏的呀 你需要去安装暴动器 小编和瑞 小编 小编瞬间和瑞把人清完了 小编单人破点 完成了双侠 拿下了第一张地图 BRG这一波夹机夹得非常的漂亮 最后只剩一个RD4 还要面对三个人 结束了 结束了 收掉了对方的RD4 恭喜BRG 世界前四又如何 倒在了第一次紧急到全球冠军赛的BRG脚下 那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 BRG对阵上 BRG的饮食二番战 赢过他们一次之后 就已经是心里有底了 RD4来了 这烟雾散去 运动位置会相对比较危险 也队友能不能带出枪 王浩泽带手一个 也有机会 王浩泽看下参场 这一分打完之后 可以说是彻底击溃了整个 NRG的一个想法 Viktor一个人 Viktor已经坏掉了一个 他只能一个大名 RD4下了 恭喜BRG 他们成功再次击败了NRG 挺进了八强 BRG想世界 证明了CNV契约76非常多 实力强劲的选手和队伍 请记住BRG好吧 记住BRG 好吧 记住 记住 好吧 打比赛之前 我听说阿迪斯不知道我们BRG的决斗者是谁 我现在想问你你记住了没有 What's up friends in LA Did we surprise yo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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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看 可以 太爽了 喂 我想问一下中国Marco 第一次打世界赛就拿下八强 什么感觉 爽 爽 去吧 去吧 看主缸没有拉出来 一打二 二楼的爆能器 有山摩地线 几乎是很难开的 一棒 高考 一比二 不可能的残局 胡迪心中非常的绝望 已经没有时间去拆出爆能器了 他知道 比赛已经离他远去 而EDG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这一刀送给JR JR回家吧 而EDG将挺进八强 两支队伍都成功地挺进到了八强 再次打破所有人的质疑 CN无畏期约 光明的未来 你们看到了吗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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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准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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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进去摸开关 一套技能铺设 其他技能也全部摊换 二楼出烟 这一波变成了一个靶场 对于一技术来说 局势已经非常非常独立了 最后一人 刚刚面临一个纠集的决界 巨人骑射打掉一人 烂波就结束了这一盘 现在压力已经是拉到了极点 1比2号中 已经几乎没有操作攻击了 七发子弹 他找一些机会 但是这个烟即将消失 第一包婚烟 没办法一技13比5 拿下了这张深海明珠 也把一地技送到了败者组 第二次2比0战胜到了BLG 两支中国队伍都 第二队到败者组 可能第二轮也必须要走一支的 这样一个难以接受的结果了 关于内战的话 还是没有想到 在国内打完 还能在美国碰到他 我觉得对于这两支队伍 最大的遗憾还是在败者组相遇了 就是两支队伍必须要就被淘汰一支 有什么想法帮一地技打 都可以 就打好自己的吧 都打好自己的 来 拍的照拍的 王哥你好王哥 拍上我 只能说怪我们没有打过一技 怪我们我们昨天被翻满了 没事都要经历了我们也被翻了 二支队先 一支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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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vic 栅栅栅栅栅 这场比赛也是将开始来对 CNTSIP10 sich��强 内战而这场比赛 胜者将会能够进入到六强 冠军有机会去创造新的历史 C点的防守没有任何限制对手的技能 只能扣枪硬杰 只能扣枪 但是防守防的枪写是不错的话 苗贝没有来得及扣住这一枪 Smokey拿下一杀 结束比赛 13比10 EDG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 BTBT Gaming BLG 他们在这一次的全球冠军赛 已经创造了非常多的惊喜 无人打到现在 我们打成这样挺好的 但是说可惜也可惜 遗憾的是没有更进一步吧 关于内战的话 很可惜吧 然后希望他们能走得更远一点 好了 拜拜 拜拜 辛苦了 结果对于我们来说是好的 但是很闹心嘛 对吧 赢了之后 也不是很开心 你们进不下来 刚刚整个训练在内容里面 我听不到你们有两边对话的交流 沟通 我感觉你们现在玩游戏很怪 就是你们还没有进入到比赛状态 我只能说 很紧张啊 最近EDG压力还是顶得蛮大的 而对于EDG来说他们也承担着两只兄弟队伍的希望 要为自己的赛区争认一口气 接下来就来到EDG对阵闹的第一张地图 员工重阵 走浴室 但是康康的飞匠在第二个可是有说法的 上来前打一个 不需要 小黑物已经是绕刀了 Nobody 跟这些队友可以形成枪线的夹击 对方无被收踢 拿下了不易 球球倒了 打得很开 但是EDG在暗面还有一个扛扛 点掉了一个第二个拉不过来了 没有办法 承秀贴得太近了 我两个人怎么办 这个奥丁 虽然没有打出击杀 但是确实给EDG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 一把鬼妹没有人水的机会 连续下半场的一个拿分 EDG已经是往悬崖边上在靠了 要硬打 想去找Nobody 没有地方去炸 Slot将大比分拖强了1比1平 没事给人多拿三分 享受比赛就行了 不扛任何压力 走到这一步了就不扛任何压力 赢了就转 接着去万人场 对吧 方块打 让你弄下去吧 321的剑 起头 Lens普威来得太快了Lens 27秒钟的时间 2打1Lens 找到了对方的一个破绽 Smokey 没办法呀 这个回防其实非常难打了 但Kanze过来没有技能 直接被决掉 2打4 Kanze 这一分 我都没看见对方两人重合 Kanze 就已经打完了 要来了 引路之队要来了 直架 哇 Smokey 对方只能强行操作 Smokey 稳下局面 四杀到手 再次追下一分 QQ没办法 离回营伤到对方的身后 但Lens已经是早有防备 康康前顶了 他需要拿到一个击杀就有巨刃了 而对面在直架 这个直架又是直架 一万一 Novali在车户出不来啊 衝起了 他们在经历过非常艰难的对决之后 最终还是笑到最后 可以 站起 来 这个拳 就是感觉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就是 不留余地吧 就是做好自己该做好的每一件事情 然后 每一次比赛都要吸取以前的那些教训吧 然后 感觉会 下一年会更好的那种感觉 有希望的就没把握住 但 就是 成长的毕竟之路吧 我觉得 2023年的夏天还是挺圆满的吧 我觉得 2023年的夏天还是挺圆满的吧 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吧 因为就是在异国他乡 然后有一群队友们每天同吃同住 然后在赛场上的话一起奋斗 这种经历对我来说就是可遇不可求的吧 所以就会 对发生过的这些事情就 珍惜吧 现在 回顾洛杉矶的时候的话 我觉得我成长的很多 我希望可以 到处当时的我自己 这是一场属于你自己的比赛 你自己的个人秀 你应该尊重自己的内心 而不是说去想想法回应大家的期待 就是不要那么有压力 然后去享受这舞台 CN的大家都是吃了 能打到什么时候 CN一加青 打到什么时候 我不太喜欢那种 平平淡淡的生活 我很享受 游戏里或者是职业中 一天都充满竞争的感觉 在我打职业战的时间里 至少我觉得我是开心的 有什么问题 高刚 moved 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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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吧 就发生过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有意义的 不管是成功也好 失败也罢 都能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选手 或者说成为更好的自己吧 我觉得六强其实是我们的开始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高的开始 但同时 这也是我们一个实力的 最好的一个注意点